哈喽哈喽,新年好啊各位 我是孙小哲,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跟2021年的第一天 我个人来说这两天过得实在是太魔幻了 2020年跌跌撞撞 终于在最后一天 我的B站1万粉丝梦想达成 哇,然后在2021年的第一天 我完成了2021年整个年度的一个梦想 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特斯拉 啊,等会儿换个衣服 没错,我折等等不等了 终于可以作为一名特斯拉车主 穿上这件T恤了 那在这里我也不想再过多的BB特斯拉 对于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们就一起来跟着我来看这台属于我的你的 还有那些等等党们 还有即将烂大街的这台国产版的 Tesla Model Y吧 从外观来说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理解 Model Y其实就是一台Model 3的plus版本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利用美图秀秀的揪长腿功能来解释 Model Y与Model 3在外观的一个关系 其实就是后面拉长整个车会稍微大一些而已 对于我而言Model 3的空间其实刚好合适 但是Model Y一些对吗 大一些我觉得总要是好的 还有就是这个轮毂 这台车的轮毂是一个19寸不需要加钱的一个轮毂 当然我肯定是选择那个大轮毂 20寸熏黑的大轮毂 年轻人买车嘛 轮子这个脚一定要大大才好看 哪样才是关键 还有就是Model Y这次全车把所有的装饰条都升级成了这种黑色装饰条 基本上我淘宝的那些改装件都可以清空了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车内 其实作为一个准车主来说 我特别担心的就是全新Model Y的这个内饰 因为它不光在前面有一条非常简洁的内饰 它还在这个版本延伸到了门板的两侧 目前这个配置是中国制造版本独有的一个配置 但这几天看过一些图片和一些视频 我对于这个装饰可能会有一些担心 但是实际我坐在车内感受了一下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喜欢 也没有那么多的讨厌 有点趋向于五感的这么一个感觉 但是我个人可能后续会把这个木头的装饰条去改成一个我喜欢 甚至说我定制的一个图案 还有就是全新的这个手套箱的区域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然后不再是以前那种指纹收集器恐怖的那种面板了 它都采用这种哑光的材质摸起来 包括看起来手感也不错 不再是那个盖不上倔强的盖板了 而是改成了一个推拉的设计 这个在收回的时候还有个阻尼还挺好 内部依旧是那个特别恐怖的一个手套箱的深度以及空间 哦对了 上方的这个手机充电的区域也升级成了15瓦的手机充电 那它标配的有两个位置 这个材料还选择这种带绒的这种材质 两边还设计了这种隔板防止你手机放在里面 荡来荡去 我觉得这个手套箱的提升真的是特别好啊 哇塞真的是 还有一个新增的配置就是方向盘加热 这个功能在北方也是被很多老车主吐槽过的 在全新的Model Y上标配 还有一个就是Model X跟S都有的这个生化模式 在Model Y上也是有的 还有这些前排的玻璃也升级成了双层的隔音玻璃 目前来说一些新增的配置只有在中国版本上才存在 真的是香了香了 当然不包括特斯拉的老车主们 尤其是那些Model 3车主 进口Model 3车主 那就目前这些改变 我看到了特斯拉中国在本地化这块的努力 无论是在应用层面上的升级 上到了车辆硬件的升级的这些思考 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那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刻 一些等等党们 甚至一大批等等党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宣告阶段性的胜利了 走咱们去后排看看 因为毕竟后排才是Model 3的一个很大的缺点 我们来看看Model Y的表现 那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平整无比的后排地板的设计 甚至我们家宠物也会特别喜欢这个设计的 还有就是因为由于Model Y的前排座椅就是在地板上进行了一个升高的处理 那下面预留出来这些空间都是属于你的脚步的 你可以非常舒服的把你的脚步伸到前排座椅的下方 那Model Y的这个后排座椅是支持两档的一个调节 第二档是我个人十分喜欢的一个模式 就基本上你可以摊着 然后抬头 这个就是我购买Model Y最大的一个原因了 我爱了爱了什么晒不晒实用不实用 我不管我就是要这么大一块的玻璃顶棚 不过正经一点 当我把我的后排座椅调到一个非常正直的角度 前方调成我驾驶的一个位置 这个后排空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最后最后买这台车的第二大重点来了 就是这个硕大仙背式的后备箱了 后备箱打开的过程就像一只河马张开了它的大嘴一样 本身Model Y的后备箱的空间我觉得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但是这台车的二排还支持1比1的放导 甚至你可以2比1的进行一个按钮的电动放倒 当放倒了之后嘛 后备箱甚至还有一些隐藏的储物空间 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独有特别恐怖深度特别深的隐藏空间了 在它前面Model Y还有一块非常浅 但是也可以放一些小物件的这么一个储物格 然后就是在两侧还有一个深度特别恐怖的储物格 就这样的后排的储物能力 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以上就是这台Tesla Model Y的一个展车 我能够分享给你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对于Model Y的选择 我选择的是四驱长续航版本 外观我选择必须是红色 内饰嘛 因为现在不能选择白内饰 我也不想再等了 所以说只能像生活实用 以及我们家那个爱打滚的狗子低头 我选择了黑内饰 小道消息说 基本上在今天各大门店 基本上已经有展车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貌似8号会有试驾车的到店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开一开体验Model Y 我这边就不去了 因为我要把这个第一次的驾驶体验 真正的留给我自己的那台Model Y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 我的交付小姐姐 你赶紧起来上班吧 你去哪儿玩了 快来找我呀 快找我 好了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来支持我 这都是你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未来我也会持续更新 我这台Model Y的提车用车 以及玩车的一些想法 你也可以关注我 好了 那么等一等 Model Y在国外交付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批出现了一些做工上的问题 国外一些网友 甚至会拿一份超长的交付检查清单 去检查他们的车 因为毕竟是我自己花钱 买的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车 所以我对于特斯拉的做工 尤其是之前的一些消息 我也是非常看重的 那这里其实我自己总结了一份 非常详细的交车列表 还有一份非常短的交车列表 这两份文档全部是免费分享给大家 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 大家只要拿手机点开 然后对照着你的Model Y去检查打钩 就OK了 那希望这两份交车检查文档 能够给你提供一定的帮助吧 那我们不妨就来看看这台展车的做工到底怎么样 那其实对于国外来说 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喷涂的问题 以及国内之前很早之前出现的做工的接缝啊 包括这个密封条的装饰啊 包括这些缝隙的处理啊 目前在我看来这台展车的缝隙 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可以的 有那么一两个可能稍微有一点大 我觉得我有点太严格了 就这台展车来说 我挑不到什么让我特别伤心或者不爽的做工问题 但是这些台展车 我们还是要持续观察一下这个问题 看看到时候我那台真正交付的Model Y的做工 到底会是怎么样 我就目前来说嘛 真的是急死我了 我烦了我女朋友三年 我说我要买一台特斯拉 好了 现在把钱交了 就变成了 什么时候提车 什么时候提车 什么时候拉圈 我的交付小姐姐你去哪了 好了那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真的结束了 我们提车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